大家好 我是贾玲 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演员 当然也有老艺术家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编剧 英武史航老师 史航老师是我们国家少有的 著名的编剧 他的作品都有 算了 反正挺著名的 史航老师 既然是著名的编剧 就一定会有一些 小的瑕丝 史航老师呢 就是爱脱稿 有一次呢 脱了大概三年多 然后写出来以后还给人发过去 说 哇 新鲜出炉 对方收到以后 给他回了一个邮件说 史航老师 我们公司已经倒闭了 但是我来之前呢 听说池子是一个 特别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 很多人 很多观众都特别喜欢他 很多人把他誉为中国脱口秀的未来 由此可见 我们中国的脱口秀是没有未来的 今天我来这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特别震惊的消息 王自剑 你的节目还在呢 哇塞 收视率那么低啊 我觉得要不然做节目这方向 你就跟陈汉点学一学嘛 该停就停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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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话了 节目停不停 汉点说了不算 真事啊 刚才那个 自剑在后面跟我说 姐 你看 我现在瘦了多少 哎 你看 我这身条 姐 我瘦30多斤 我说自剑 我的节目收视率要差到你的节目这样 我都瘦得跟十字一样了 你们不要总是说我胖 好不好 我胖是因为我压力太大 我有太多好笑的节目 太多的人邀约 太多的观众喜欢我了 我压力大 这种痛苦 你懂吗 汉点 哎呀 自剑也跟着笑 真是奇怪 我特别想去上康熙来了 主要的原因是想见康永哥和S姐 虽然他们节目现在停播了 这个愿望肯定是破灭了 但是没关系 今天我依然能够跟汉点站在一个舞台上 我觉得特别的荣耀 在这里我特别想跟汉点说 你咋来了呢 该来的不来 不该来的瞎来 本宇是咱们万万家族的颜值担当 刚才还说我在后台跟你说 贾玲姐不要看上我哟 本宇 你在电影里一共出演了一分钟 我别说看上你了 我连看见你都难 咳嗽一下你的镜头就没了 今天的主角 教授 哎呀 教授有一个标志性的发型 没关系的 教授 不用怕别人嘲笑你 现在很多当红的明星都是这个发型 比如说徐珍啊 孟菲啊 鲍贝尔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care这个事情 虽然他们比你帅 但你没他们红啊 还有一些网友很奇怪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们总是要骂教授的电影呢 你们看过吗 你们就说不好 我亲自参演过 我深度参与过 我认为只有我说不好 才叫真的不好 教授 不好 哎呀 教授反正是一个特别有先见之明的导演 那时候我去演的时候 表演方式特别的浮夸 我说 教授 我说这么演 观众会不会骂我呀 教授 哎 放心吧 没事 谁会骂你呀 放心吧 放心吧 哎 果然电影上映以后 观众都去骂导演了 哪有空管我 大家好 我是威廉沈沈玉林 好 我是台湾通告王 同时我也是索台王 我是荒谬大师 同时我也是综艺鬼才 厉害厉害 厉害喔 外号繁多 这当中最中肯的外号 是人们尊称我为 嘉义彭于燕 哈哈哈哈 李淡 哈哈哈哈 李淡 我的粉丝 在奇葩说当导师的时候 被人骂到半死 哈哈哈哈 你还是没有学我学到位 我身上还有一个品质 就是做人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哈哈哈哈 好啦 来说说 欧阳靖 来 饶蛇很厉害 而我呢 也常常被大家称作是 艺能界的饶蛇之神 哈哈哈哈 想必大家都听过 威廉沈 AKA 我本人的 最新 最时刻的 饶蛇单曲 想听吗 啥 又有读书破 完全下笔如有生 今天我要向你介绍一个APP 他叫有视频 上面精彩的内容 有猫有狗有名人 一有金有就在有视频 还有饶蛇之神 我沈玉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欧阳靖老师 你觉得我的饶蛇 是属于什么label的 很显然 他已经被我的饶蛇 震撼住了 啊 厉害 不然就是国语太差 根本没有听懂我在唱什么 对啊 哈哈哈哈 花那个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 哈哈哈哈 欧阳娜娜 我的同乡 出生自演艺世家 他的爸爸当年还是琼瑶剧的当家 男一号 很多看过欧阳娜娜表演的人 听到这里 应该已经猜得出来了 是的 他的爸爸就是 馬锦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開玩笑啦 这怎么可能呢 他就姓个欧阳啊 他的爸爸其实是 欧阳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不要管他爸爸是谁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总之他们这种新二代呢 小小年纪就承受了很多压力 哈哈哈哈 但相比较于他得到的关注来说 这点压力 又算得了什么呢 欧阳娜娜 你得到的关注 还不够多吗 連邪欣这碗饭都要跟我抢 哈哈哈哈 四岁就上康熙 抢我通告 这就算了 现在演戏 又那么好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到底是彼此谁啊 哈哈哈哈 好啦关于方文山 我真的是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真实的 我特别强调 真实真实真实 很重要所以我说三次 哈哈哈 之前有一次呢 吴忠健 憲哥带我去方文山的这个生日派对 当时呢 车上还有憲哥 未公开的绯闻女友 哈哈哈 车子开到以后呢 发现记者都等在门口 那憲哥就很有经验啊 就说 嘿嘿 玉林见鬼啦 哈哈哈哈 我们先不下车 我们绕一圈 记者就会通通走掉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我们一圈绕回来 发现记者真的不见了 然后憲哥就大大方方 拉着绯闻女友下车 结果记者 一群跑出来 深披树叶 头顶花盆 哈哈哈哈 对着憲哥一顿狂拍 好啦 第二天 憲哥跟他的绯闻女友 通通上了头条 那扯了半天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跟方文山 没有一点关系的故事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 方文山 要不是 你非要过生日 憲哥也不会上头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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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关于张艺兴的 是兵具 设定给我讲的 哈哈哈哈 绝对不代表本人立场 绝对不代表本人立场 好啦 我是 我认真的要 讚美张艺兴啦 哈哈哈哈 张艺兴真的很厉害啦 不仅是歌手 唱跳第一人 人体节拍器 还做制作人啊 主持人啊 演员等等等等 就连他出唱片 也是一张专辑里面 有22首歌 而且还包含九种曲风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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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就是乱枪打鸟嘛 哈哈哈哈 我活了这么多年 数都数不出来九种曲风 为什么搞这么多曲风 还不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 而我就一种曲风 就被大家铭记了 就是什么 我的饶舌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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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其实我是很能理解张艺兴啦 这么努力打拼 就是为了获得更多人的认可 但是寻求别人的认可这种事 就是一个无底洞 是填不满的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 做人最难的 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的 这是苏格拉底的问题 现在也是张艺兴的问题 人世间最可贵的事情 就是做你自己 如果连你自己都做不成功的话 那就表示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 人生就是这样 关关难过 今天没过 不要难过 因为明天一样不会过 谢谢大家 我是沈玉琳 Thank you See you